我二個月沒有發出影片 歡迎大家來到我家 Focus! Hello,觀眾大家好,我是阿鈞 歡迎大家來到2021年火雲拍的第三條片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場景呢? 其實這個場景是我家 沒錯,今天就是要拍大家期待已久的room tour 就說說一下我現在的家裡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每次拍YouTube 我都會避開我家裡任何有亂的東西 然後找一本白色的場景拍片 就因為我不想展示我現在這麼亂的場景 大家都知道我和我家人 6月2日就會來到香港了 所以今天就值此拍一條room tour 介紹一下我現在在香港還住的家 OK,現在開始,Let's go! 歡迎大家來...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房間 沒錯,這裡有一張椅子 這張椅子大家已經很熟悉了 如果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那呢,平時呢 我就是坐在這裡 這裡的位置 有一張椅子 那裡拍很多不同的影片 大多數是在這裡拍影片 或者如果要用到電腦的話 都是在這張桌子拍的 那這裡就有一張椅子 一走進來就會看到一張椅子 走前一點就會看到一張非常暖的桌子 首先這裡有電腦 懷舊電話 iPhone 4X 我的滑鼠 有200元可以在這裡吃飯 現在有這個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水在這裡 非常靈異地下 首先呢,就有一條耳機 我不知道為什麼耳機會掉到地下 總之我寫了東西的情況 有個錢包掉到地下 這裡 下一個非常暖的地方 首先有一個袋 這些線呢 這些線是強迫正發作的 電腦充電線 我的手機充電線 這個是風扇 這個是要風扇 因為現在很容易 現在知道嗎 這個就是擦ipad的 我的ipad 這裡就是我旁邊的垃圾 我就是 我飲完東西或者吃完東西 就會在這裡 那就 大家看到這裡 非常有線 那我平時呢 就會怎樣呢 我平時呢 掩飾自己看得舒服一點 就會把這些線塞進去 然後呢 用書包擋著它 嗯... 都是非常有線 我的上課用的webcam 然後呢,有些錢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這些錢在哪裡 整觀 一張桌子 非常嫩 一些線 一些袋在這裡 有一些納箱 在這裡 然後這些呢 就是我平時用到的書 第一格呢 就是我中學的書 就是我所有學校的書 都會放在這裡 第二格呢 就是我弟弟小學的讀的東西 第三格呢 就是放在我們任何的寶 第四格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十幾二十八年前的寶 然後上面呢 有隻雷波在這裡 又上燈在這裡 但燈是會有時候 溫書夜晚的時候用的 雖然這裡已經要燈 就是一開燈 它就要開燈的了 但是都可能不夠暗呢 就會有看到 旁邊有些墨水 是給我弟弟上學的時候用的 然後這個 OK 不好看 字典有三盤 OK 那大致上這個書櫃就是這樣 非常之... 亂啊 然後這張桌子是非常亂啊 然後這個袋子 後面的線是亂啊 所以呢 我平時就不想這樣拍給大家看一下 嘩 我家呢 就是這麼亂的了 沒錯啊 大家看一下我家 嘩 是非常之... OK 我們再移過一點 大家就會看到這裡的 這一個呢 是我的電腦螢幕 因為我之後會有一個新電腦 因為我用電腦 之後我用的會是出上型電腦 那就需要用那個螢幕 我們向旁邊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 中二上學期做的 這個的... 這個的... 這個後面是會有一個琴 這個琴我已經十年沒開過 我已經不知道是什麼 已經放在這裡了 這個就是鍵盤 又會新電腦 買定的鍵盤 OK 其實這個滑鼠也是的 然後呢 這裡就是公仔 有兩隻公仔 這裡是... 非常之亂的 OK 我們看一下它 OK 非常之亂的 很垃圾 那我就不介紹這裡 因為實在太亂了 然後這裡呢 就是窗台 大家看一下這個窗台 是非常之亂的 首先這裡有些... 我就隨便砍在這裡就算了 這裡... 都有一些... 功課 或者其他東西 都是... 書啊 功課啊 都是... 總之就... 非常之亂了 這裡也是... 都有一些寶啊 學校的寶啊 都是隨便砍在這裡就算了 這裡有一部LEGO 然後這裡有一些... 漫畫 是我弟弟的漫畫 不是我看的 OK 然後呢... 有一個拉鍊... 什麼拉鍊... 有一個窗簾在這裡 然後這裡呢... 都是一些... 我爸爸都沒有丟到的... 十幾年前我小學的那些書 第二格也是 第三格是幼稚園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幼稚園那些會放在這裡 OK 大致上就是這裡的情況 塞到滿了 然後上面這些東西也是的 然後這裡有個... Figure 這個Figure不是我的 是我弟弟的 我弟弟也有Figure 然後... 這一半場呢... 是... 非常之有歷史價值的 因為這一半場呢... 是... 是桃貓摧爛的 跟他們說吧 跟他們說吧 我跟大家說吧 這一半場呢... 你知道是發生什麼事嗎? 即是... 有時候桃貓呢... 你也知道他會發瘋的時候呢 他就會... 在這個洞呢... 爬進來 然後爬上床裡 然後呢... 他就會這樣... 爬在這裡 然後他就會向上爬 就會爬上去 然後爬上去我小孩的床 那... 直此大家都知道 我是放下床的 所以我是放上床的 而桃貓也是放上床的 而桃貓也是放上床的 那所以呢... 他的上的方法呢... 就是從這裡爬上 那爬下爬下呢... 那... 半場就會爛了 大家看到這半場呢... 非常之爛的 已經爛了 OK 你看... 非常之... OK... 然後就... 有我的床 我的床也是... 呃... 而上面就是我小的床 然後... 桃貓 就在上面 那... 下面有三個架 第一個架呢... 其實呢... 就是因為這個第一個架 就是本來有三個這些架 這些可以拉出來架 而第一個架呢... 因為之前拆爛了 弄爛了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就弄爛它了 然後呢... 裡面就放桃貓的東西 那... 如果它有時不去我小的床 還沒睡覺呢 它就會在這裡睡覺 第二... 第三個架呢... 就是會這樣做 就會裡面放一些文具啊... 還是放一些蠟雜東西 都是放在裡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 那... 我家房呢...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了 它非常之嫩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狀況 大家看一下這個狀況 喔...這裡 煤光 麻煩你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間就是我的房間 這條片呢... 拍完之後呢 我應該知道就會去英國的啦 所以呢...